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日前在臺東召開會議 會中有族群委員對外提到自治議題 並提出蘭嶼優先自治 指揮一出蘭嶼優的反應是 主任表示 蘭嶼近幾年觀光經濟發展蓬勃 不少外資進入蘭嶼大鑽觀光財 但同時也消耗蘭嶼資源 認為有必要訂定規範來防止 因此成立民族自治區就顯得非常重要 但針對民族自治區也有族人持不同意見 成立民族自治區在島內已討論多次 但都沒有共識 族人認為應該要先成立各個部落民族議會 並且由在地機關或剛成立的蘭嶼香回溯補償基金會協助議檢會整 尋求島內族人全體共識 才能往健全的蘭嶼民族自治區發展